各位全朋友 想回應一下 剛才運防局局長陳凡 未來十年公佈了長遠復刻策略 我初步聽完那些數字 有四五點想回應一下他 第一聽完之後 我對整個新長策的評語 就是長遠復刻策略的估算 已經變成了皇帝的新衣 只有他自己看到這些數字 成了出來基本上是不會達至的 他後來在他的演說裏面 其實都是承認這件事 就是各個範疇的供應都是索數的 都是短權的 都是不足數的 但是他公佈了一個很高的目標 甚至乎是調整了比率之後 供應火的數字 那個供應量還增加了 但是到最終是不會達至 永遠不會達至的 這是屬於什麼呢 是不是好像我這樣說 皇帝的新衣 還是將香港人當是爐仔 在我們面前掛了胡蘿蔔 永遠我們都吃不到 我覺得這個情況是 我整體的意見就是這樣 很可悲 看看具體數字有幾樣東西 第一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他估算住戶人數可以減了一萬 我覺得我看了文件 要進一步追問他們的演繹 由於有幾樣東西 第一他過去的五年十年 其實一直每年都在減數 就是說過去積累了很多 是未能滿足上樓的人士 那些數字 為什麼會突然間 在未來的估算中 會大幅減少呢 是不是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他是在說未來的住戶人數的顯著變化 這個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 這個減到一萬那個 我覺得是很莫名其妙的 那第二個位呢 我想說就是七比三那裡 七比三固然我是同意的 這個也是我在議會長期的窗議 就是在一七年頭 議會 亦都是防空線委員會 過了我的動議 就是跨黨派同意的 但是我們當時已經給了一個警告政府 你只是改了那個數字 由六比四轉到七比三 但是你不將它那個土地的麵粉量 所謂 你土地的量不改變 是沒有意思的 那土地的量進一步減少 你調了七比三 也是沒有用的 現在這個數字就是這樣的狀況了 因為 原本長冊在供應貨的供應量 就是28萬的 現在升到31萬五千 那整體供應量 我只能提及 就由46萬轉到現在45萬 45萬的分配是怎樣呢 就是31萬五千就是供應房屋 13萬五千就是私營房屋 但是很奇怪 你調整了那個供應量 增加了那個目標 但是呢 實際那個落差是怎樣呢 如果比起上一個週期 那個落差是更加嚴重的 上一個週期 就是目標是28萬 但是實際欠了4萬3千 供應只是供應到23萬7 新這個呢 目標是31萬5千 但是只可以供應到24萬8千 就是跟上年相約多了幾千 但是到最終 那個差額還要擴大 進一步擴大 去到7萬個單位欠缺 那這個不是皇帝的新衣 是什麼啊 即是好事 這個數 另外呢 他也提及到 目前輪候拆有27萬戶 輪候時間5.5年 我就看不到 在現在這個供應量的落差裡面 怎樣可以追得到落後 不但不可以追落後 因為土地供應的不足 而進一步出現到 就是目標調得更高 差距更大 供應量更少 這個真的很諷刺 另外有一個 篤數的位置 我必須要講一下 就是 他說未來供應量 是可以去到 未來十年 是去到 目標是24萬8千 就是他的估算 但是剛剛政府 在上個月才說 未來五年的供應量 只有九百七千 那就是說 後五年 即是第六年 到第十年的未來長測 是不是說 那五年裡面 可以供應到十五萬個單位 是怎樣來的 魔術數來的 這些是 嚇死人 即是 不懂就嚇死 懂就笑死 完全掃錯了 怎可以這樣呢 未來五年只有九萬七 那最後五年 是否可以標到十五萬數呢 但他又說不是 因為未來 整體土地供應不足 二百一十幅土地 都是逐漸在改劃 那怎麼辦呢 這個也是 我覺得有督數之嫌 整條數讓我看完 另外一個 打毛波的位置 就是 政府依然是不肯改的 是 要 將那個六字居 當供應 房屋供應 而不是當資助出售 房屋去到計算 這個很明顯是督數 房屋的屬性 已經轉了 是資助出售 六字居 其實就是說 二級居屋 為何你不肯去調整一下 將它變成 不納入公屋的供應量 很明顯就是 如果再減掉這條數 更加不見得人 那條數 找旁邊的群遮一下 醜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足的 另外第三點 就是講到 九幅 改變用途的土地 啟德 安特辰 一個九幅 提及啟德 有三幅地 安特辰 六幅 啟德 有三幅 已經是用來防協的 作為安置 將來重建清拆之用 這個大家明白 那即是剩下八幅 那它怎樣分配呢 用一加三的模式 分成兩邊 二一添作五 那怎樣分呢 一幅啟德 就加三幅 安特辰 就交給防協 一幅啟德 加三幅 安特辰 另外交給防委會 就用來興建 供應房屋 資助房屋 但是它是沒有提及 到底是用來建什麼樓 是資助出售 還是資助出租 這個位置 我覺得它欠了公屋居民 輪候策的交代 它都會說 二十七萬輪候策 輪平均五點五年 還要讀數 斬頭飛尾 才是五點五年 很多人輪七八年 八九年 這班這樣的人 如果你告訴我 九幅用地 原來大致上 都是被房協或房委會 建資助出售房屋的話 我覺得是對不住的 是有合理的分配比例 這裏三鑑其口 不敢回答 我覺得有點狡猾 另外 供應房屋的地積比 這是我自己同意的方向 事實上 2014年 兩成 大家都大力推動 所以我們才看到 新建落成的供應房屋 其實是比較高的 以前 38層和系列 現在都去了42層 即是說未來有機會 是要再起高些 其實這個 就要在規劃上做功夫 包括最簡單的 升降機 走火通道 以至社區設施 學校 幼稚園 小學 交通配套 餐廳 酒樓 這些整體規劃 是要畫過的 我相信是做得到的 技術上是做得到的 不過就要牽一發動全身 我覺得現在欠一個 就是 它沒有交代到 估算之下 增加這10% 由兩成 即是放寬地積比兩成 升到三成之後 估計增加公共供應量 這是很容易計 增加10% 你打折扣 可能有一半做到 一半做不到 那你就5% 但它連這個數目 都不敢說 我覺得 因為可能那個 杯水車身的程度 是很大 似乎是 都是說出來 都是幫不了多少 好 最後一點就是 過渡性房屋 那裏 我覺得 目前政府現在 陳凡這個態度 是很不可取的 他也是把球 踢了去 民間那裏 他一再強調 政府 還成立了 專責少了 過渡性房屋 專責少了 由副局去到領導 我們當然是期望 你無權策長 做領導 但結果是什麼 他只是說 配合民間 疑議的 有關過渡性房屋的方案 予以配合 幫他拆長鬆綁 現在處理10個 又說社聯 又說 組合屋的項目 深水埗那個 我覺得這個是 大大不足的 我自己期望 政府 是要主導 過渡性房屋的工作 要定立一個 硬指標 未來 到底這10年 我們要提供 多少的過渡性房屋 要有具體的措施 配合 包括地 他不能經常想發展商 可不可以做好心 亦都要包括有錢 不要經常說 你申請 獎券基金也好 申請公益金也好 這樣就搞了 而政府要具體地有個承擔 甚至要定立一個 過渡性房屋的發展基金 我覺得才可以 去到解決到 過渡性房屋的問題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 剛才也講了一大段 前半段 我講了 正章的 房屋供應 大落後 數字也是鬼影變幻球 正常人是看不明白 未來五年 9.7萬公益量 怎麼會 未來十年 去到24萬多 那十五萬 在最後五年 怎麼變出來 真是沒人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 角度性房屋 在未來十至十五年 都是社會政策 必不可笑 是一個重點 但如果政府 用現在這種做法 即是主菜你又沒有 供應不到 配菜你又說民間主導 那你想怎樣 我看不到 我們未來的供應房屋 供應有什麼出路 先 不好意思 十五萬多 十五萬多 是的 那屍樓都已經很貴了 如果再減到公共兩 樓價會不會重複 這是第一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 就是問問 一至七三比的 例如多了一成 出來 其實你覺得可以放在公屋 甚至做 可以嗎 OK 我不是很擔心樓價變法 事實上樓價變法 在宣布七比三這個做法之後 其實已經打破了香港傳統的 右派經濟學者的說法 根據他們的說法 你供應量減少 樓價飆升 但反觀我們過去樓價是有下行的跡象 跌了 交投亦是不活躍 很明顯我們過去樓價的高企 不是在於消費市場裏面的使用者 真正的用家 不是在於這裏 你當它叫剛性需求都好 來自投資者比較多 所以你說這個影響是怎樣 那時候樓價高企 我相信是跟資金鏈的供應 而錢比較多是有關 所以你看得出這次七比三 其實跟他們的估算是反其道而行 所以我就不太擔心 反而我擔心外圍因素 令樓價會進一步下錯 有這個機會是真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七比三多出來的那些 當然是要應了公營房屋的需要為主 現在整條數最差的就是這個位 當然我不會說 全部極端主義放在某一邊 最理想當然是可以平均分配一下 如果它本身已經有個公屋 和資助出售房屋 其實本身有比例 按房委會也好 或者房協自己比例去做 我覺得是合適一些 what are some of your concerns regarding the change of the racial from six to four to seven to three you mentioned some concern about the land supply issue we don't change that there's not gonna be any changed OK I think that is no use changing the racial only of the land supply 但不增加的水平 因為我們可能知道 如果我們只是改變 但現實的水平不增加 所以水平不能增加 所以我認為 最重要的問題 香港的 housing issue 是水平的水平 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 增加水平的水平 水平的水平 你還說你不想覆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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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没有听说社团规矩 随便交过人找了数据 那就算了 大家都知道那两家车是相连的 潜见的状态也是共同承担了 看不到为何唯独是其中一个业主需要处理 另一个是不需要处理 似乎都贯彻了郑若华在这些司法判断上 都异于常人 也有两把尺那种模式 好 下水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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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